有你幸福 共住宽团禁宿 好 幸福 其实我刚刚不想经历到跟你讲这些 只是我带着手套上来 就是我刚刚在吃完饭以后 我在那边抽了提供卡 大家都知道抽卡之前 应该就是信任前我也没想过 那我加入超马 成交活动已经大概两个月了 那之前分享过 我看到自己算是起低了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只要有超马活动 我会变得成交 其实我最主要目的 是要让我自己变得成交 那最近我会碰到一道口 所以我刚刚在抽卡的时候 我就要问这个 信任前在问这件事情 结果很妙 真的 这是我第三次抽卡 前面两次抽的时候 我会发觉它很凝 我觉得可能是运气 但是今天我抽了七张卡 因为我之前过得只抽一张而已 今天我抽了七张卡 就是这七张卡 我刚刚在那边写我的总结 我就抱现它就是 爱与感恩 清法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事情 那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但是 虽然爱与感恩有在做 但是 为什么还会觉得 就是做得不够透彻 所以 原来我觉得这是跟清法一般 因为我一直在喘我 什么叫做 身心舒适这种感觉 虽然我每天早上起来很暢 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 不能量太多了 所以 暢回不完 所以 没有什么改善 虽然这个余印呢 两周琴曾经讲过 因为年龄很大的 但是他也要唱 唱回很久 我发现我现在就真的有种情况 甚至有时候唱回到 我就不知道到底要唱回什么 感觉是好像 也没什么地方对 所以 所以我就 就做到这里 所以觉得 自己在练新法的过程 真的是 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在想 今天后面这个问题 碰到这些卡 分析出来的结果 真的是蛮无可的 所以 爱与感恩 你虽然每天都在练 每天都在看 但是如果你做的 做的这 你还是会觉得很苦 像刚刚他讲 这里面有一个 他提到转念 他说如果你的 心法做得很好的话 你碰到任何事情 你就会转念 所以我刚刚在想说 我今天如果 没什么好分享 我就分享一些不好 所以让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你在做的时候 也会碰到我 不乱情况 所以 我觉得 这是一种转念 所以 事情不接近的 都会像你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超红标准的 很棒 我今天会想象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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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